慈济澎湖区与马公市公所联合办理御佛节活动,邀请社区大众共襄盛举。 5月是感恩孝庆的月份,也是慈济举办年度盛会御佛庆典活动的时期。 慈济澎湖联络处今年则定5月12日,星期日上午8时30分,甲第三于港国际广场。 5月16日,星期四下午20时30分,澎湖监狱举办御佛庆祝活动。 凝聚社区大众,虔诚礼赞佛祖,净化人心,孝亲向善,祈福世界,无灾无难。 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佛诞日,母亲节,全球慈济日,三节合一的日子, 深具感念佛恩、父母恩、众生恩的生意。 慈济与马公市公所共同广邀社区民众,参与佛诞节与母亲节庆祝活动, 并凝聚善念,共同祈愿身心灵透过御佛获得净化。 同耕云、敬田、恩田、悲田三大福田。 我们市长有个贵宾带领大众避佛,好,避佛主,祝福吉祥,好,感恩, 我们感恩我们的县长,还有我们的市长,好,我们请回座, 我们接收到的花香,就是接收到佛陀的祝福,接收到佛陀的花远。 澎湖联络处表示,玉佛典礼不只是宗教仪式, 更是人文真善美的展现,在庄严肃穆的玉佛仪式中, 沐浴轻敌满是尘世离垢的心灵,犹如擦亮心中大圆静置。 为自己也为天下众生发一个好愿, 让人们以虔诚感恩的心,庆祝佛诞节,弘扬孝道, 敦促个人殷勤精进及怀抱善念。 今年的活动另有由慈祭志工,妙手昇华, 手语演绎父母恩仲南报经, 及澎湖献乐舞及千年的祈祷, 及佛舞伸扬齐安康佛舞表演, 期盼菩萨大德、社区会众及机关团体把握书生姻缘, 踊跃参加这次玉佛典礼。 记者王海龙报道。